声音演员 嗨大家好 我是启卫 呜我是一个声音演员 也可以称他为配音员 是声忧 那 我自己是 四星广电毕业的 那因为一些机缘 所以我在未毕业之前 就踏入了配音这个领域 然后像刚才说的 因为我的师傅 他是戏剧配音出身的 所以我很自然的走上这条路 那昨天的 洪耀阳老师呢是以 广告圈为主 那广告我也有涉猎 可是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 分享的呢 就是 身为戏剧配音员 然后 在一份工作做了 大半辈子的 一些小小的心得 然后 对于想要成为配音员 或者是对配音这个工作 有兴趣的朋友呢 分享一些经验 就是一些 How to do that 你可以怎么样开始这件事情 你怎么可以训练你的观察力 好 我觉得介绍我的工作 可以从 介绍我有什么职业病开始好了 因为我们 每天都需要讲话 然后 我们对声音比较敏感 所以 比如说我每天出门的时候 一上计程车第一件事情 我是把电视 啊 把进人车上 有时候你会听到很多的广告的声音 他会觉得他太吵杂了 会干扰我想法 所以会第一件事情把这个事情关掉 然后 然后 我去任何地方呢 我大概都是点温热的饮料 然后 我身上永远都会带着一件备用的长袖外套 跟 呃 围巾之类的东西 这都是为了保护我的 呃 嗓子 为了 我随时可以在一个工作的状况 然后我会一直大量的喝水 呃 哎 不好意思 因为我自己另外开了一个 视窗 但我觉得 必须把他关掉 一直有杂声 OK 对像这种 呃 奇怪的声音像 也许大家听不见 可是我的 呃 一直会听到 空间里面的 各种奇妙的声音 比如说冷气的打声 比如说电流的声音 然后比如说 呃 常常有人在讲话的时候说 哎 谁的电话响了 因为我会听到那个 buzzing的那个震动的声音 那 除此之外呢 呃 好玩的事情是 如果我走在马路上 然后有任何的动静 我的反应会比 一般人大很多 然后 我的朋友 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 开门 或者是 呃 坐下来 我会不小心会有个像 哎呦 然后或者是 呵 就是一个很大的心 或者 车上突然 坐在车上有一个什么 冲击的反应 我会 很夸张 那这个是一个职业病的一个反应 然后有人说 会不会容易捡到钱 听到同伴的声音 呃 没有捡到钱 但是如果有东西掉了的话 我会马上反应过来 会听到一个一个 一个 克拉的声音 或者一个清脆的 敲的声音 这个东西 我会这个声音会特别明显 然后 呃 身为配音员之后 嗯 做了这么久之后 我再回头看 为什么会 选这份工作 除了 从小对表演 有一种 憧憬 然后 呃 配音也是 声音表演 所以 对我来讲 我找到了一个表现的舞台 然后 呃 呃 我从小就是一个 很喜欢 观察周遭的 人 哦 喜欢观察人 观察 事情 观察 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观察 比如小动物 小猫小狗 路上 路上要是看到小猫小狗 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跟他打招呼 然后或者是看看他在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 他从什么地方来 他要从 去什么地方 呃 后来我发现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人 人类图 这是我前几年接触到的一个概念 那在人类图的归属里面 我是属于投射者 那投射者的功能就是观察大家的特点 然后把每个人放在适合的位置 而且我们比较容易去呃感染到别人的情绪 他的状态 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跟我的工作是不谋而合的 因为呃我接触的戏剧配音 大部分来讲他的表演都是既定好的 就是已经人家拍好的影片 可能或者是已经画好的呃 国外镜头的动画 所有的表演 所有的故事 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已经摆在那里了 我必须要观察的每一个很细微的东西 然后把我最适合的声音表情摆进去 那所以你们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 才能够有这种能力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很厉害 而且我先跟你说 我自己都觉得像我们 很多人就说我唱歌啊 跟跟讲话是两件事 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 呃我必须讲说我是个庸才 所以呢我都是用技术去做唱歌的 所以我其实平常讲话就是错的 那你们有你 就是像你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去训练这种 平常讲话也要在一个漂亮的位置上还是什么 你们有这种很系统的训练吗 呃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然后我刚好我是一个 我没有经过正式上课 我就直接入行去 所谓的跟班 用学徒致敬这一行的 那在一开始我们都是用模仿 就跟 呃唱歌一样 就可以一开始可能会有 你喜欢比较某一些歌手的歌路 你去学习他的歌声 那你在学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很自然的把他的唱法也会学习在你的脑袋里面 那呃可能你听的歌多了 你学的歌多了 你就会发现哦某一些人的歌比较适合我 那可能这就是比较适合我的发声方式 那以说话来讲呢 呃 我会有几个model 会有呃 比如几个前辈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我可能会一开始去学他的说话方式 然后呃 或者是比如说小朋友 嗯 你只要用开始用老皮的那个广东国语跟他讲话 他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啦 像这种东西 他因为我们的人其实非常 容易从你的环境中吸收资讯 所以当你在 那样的环境里 当你喜欢某一样东西 你不自觉的去模仿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训练 然后更别说 所以模仿对你们来讲很重要 所以模仿对你们来讲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是吗 我觉得模仿是所有学习的开始 我想听这个 你知道有很多 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 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的学生告诉我说 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不可以模仿 可是我的学习过程 有很多时候真的是靠模仿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那边也是嘛 对不对 我觉得模仿真的是很 在一开始 我觉得模仿是一个最快速帮助自己走上 开始走上职业道路的那条 那个入门砖 因为不知道 所谓的声音表演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然后你没有办法跟其他同事的表演合而为一 我们的新人刚开始工作的方式就是让他所谓的搭杂声 然后让他去搭一些路人甲的角色 那路人甲的角色可能最开始就是 你好 请问需要什么 来啦 要什么 各种生活中的边边角角小人物的声音 这些东西 都是从你的观察生活里面来的 那你要有开始有那个胆子敢讲话 然后你可以模仿到那个状态 然后领班觉得 OK 你至少是一个很开放 然后很愿意学习 然后很没有偶包吧 当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先天条件 你才有办法去做配音 去在麦前面不顾形象的敞开来的大笑大哭 做各种的声音表演 我知道就是各位像齐慧老师啊 也上了很多表演课 我发现你们都会去上表演课 就是包括贺世芳老师 小灭老师 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上表演课吗 所以是从配音区还是觉得 这在你们的职业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我来讲 所谓的配音就是声音表演 配音员就是声音演员 我们只是拿掉了肢体的表演者 那我是先开始配音 然后才去学了表演 在这中间我发现的很大的障碍是 因为戏剧配音碰到的表演 它是已经有框架的表演 所以我之前做的表演是 我要怎么让这个已经有好的框框 它会有一个更更完有一个最完美 最适合的呈现方式 那表演来讲表演它是你要从那个画框框开始 对我来讲这是一开始的不适应 可是殊途同归这是同一件事情 它都是表演 那我觉得以我自己配音了这么多年 我就不要讲几年了 然后开始去学表演 有一点像是 自我提升 或者是给自己一个比较有系统的重整 对 然后 最有趣的是 我们每一次上表演课的时候 每一次在排戏的时候 导演他总是会问你说 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其实在配音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 像之前我们上 之前我去听贺小妹老师的讲座的时候 他又说过了 你讲每一句台词都有对象 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 都有一个你想要达到的目的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有一个态度 你是想要讨好这个人 你是想要威胁这个人 你是想要安慰这个人 然后或者是你讲这句话 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希望他给你好处呢 还是贺阻他 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跟表演是一样互通的 永远是动机目的 跟我是谁我要去哪里 所以 当一直在声音表演这边 这个领域待了很久之后 你就会想要精进自己 想要更上一层楼 你想要把你的表演做到更极致 你想要看看自己除了把框框填满之外 我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 至少这个是我当初开始 开始学表演的一个初衷 然后这边也有投射者 如果你对配音有兴趣的话 觉得你还蛮有先天条件 因为投射者就是为了要了解大家 然后还有人说 觉得米奇是最多人模仿的声音 是吗 但米奇的声音其实还蛮辛苦的 因为它是一个把声音放到很薄很薄的地方 听起来根本不是人 我真的觉得讲话这个方式真的好累哦 谢谢你 有人说我的声音很好听 谢谢 这是我的吃饭家伙 但是我声音也可以非常难听 如果今天我要录一个大神的话 我就必须让我自己的声音听起来 非常的势快 非常的有颗粒感 这样听起来会比较 年纪大一点 或比较像你们隔壁的妈妈 或是隔壁的三姑六婆这样 有人说小新 老师叫我来模仿一下小新 小新是 小新这个角色最早是我们的一个大前辈 冯友为小姐创的 那个时候 而且当初的樱桃小丸子也是他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要出国 所以把这两个角色交出去了 然后这两个角色因为都是 所谓的子宫像小朋友的 然后这种通常这样的卡通是对 观众有非常大的感染力影响力 所以 任何人现在大家都吃饭家门嘛 然后大家都会 小白小白你在哪里 然后这个角色大概最长的就是 我的偶像我的女生 独慧姐她现在已经回去女神呆的地方了 但是呢她的声音她的表演 还是 在我们的心里有很深的印象 并且我每一次有机会去搭高铁的时候 听到高铁里面的问候的声音 就觉得啊好怀念哦 是独慧姐 嗨你好 这样 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工作 是利也是弊 像香港的老电影 台湾曾经有一个非常昏黄的香港电影时期 那个时候配了很多的 比如说周星驰 吴梦达 那些老配音员的声音 现在是都是陪大家长大的 那很多声音其实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但对我来讲那些前辈都是我的老师 我的朋友 所以有时候我们转变是看到 有啊是歪淑耶 啊是胡伯伯耶 胡伯就是樱桃小丸子最早的爷爷 然后歪淑为了金枝玉叶的张国荣 然后 呃 加上配音员是表演者 所以你的情绪会比较容易被激发 比较容易 呃 sentimental一点 所以有时候你听着听着听着 你会开始啊莫名的掉眼泪 因为你的感受性可能太强了一点 然后啊 有人说把角色交出去 所以后背必须用同样的音色继续下去吗 这件事情见仁见智 看通常是看客户要求 那有些客户觉得 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表演方式 也挺好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 大家已经有声音印象的角色 那可能延续之前的表演方式 对观众来讲比较 不会有违和感 对听觉上的 来说也比较习惯 嗯 然后有人说 呃 模仿朋友讲话或身边家人的声音 真的很好玩 呃 对因为模仿就是所有表演的开始 而且很好玩的是 如果说 比如说 呃 一个女生家里有姐妹的话 你仔细去听 通常姐妹的讲话方式 都会非常的像 还有 呃 跟他们家里的女性长辈 妈妈阿姨可能是 同样的一个发声方式 除了基因上面 她的长相可能比较像之外 另外 呃 因为 从小你就是听 妈妈听阿姨讲话长大的 所以你会不知不觉的 就去学习她的发声方式 嗯 然后 我没有说什么 哦 是不是 不同配音员也能创造出 一样的角色 嗯 我不晓得 顺丰妇产科应该 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吧 那据我所知 那一套戏里面没有我 可是 呃 在那个时候 因为每一位配音员 都非常熟悉彼此的 呃 表演方式 所以有时候 当我们搭不过来的时候 假设一场里面 呃 女儿是 女儿是我 阿姨也是我 奶奶也是我 那这个时候 呃 呃 在现在我们可能会分 所谓 分三轨录音就是 同样的一场戏 我们过三次 录三次 然后把它 把声音分开来 但是在 比较 以前的时代 我们可能录音只有两轨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 轨数可以变化 那这时候可能会把 角色少的部分 就让 旁边同样 同样性别的配音员 去帮你去 cover 嗯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可能会 呃 比如说我的妈妈跟女儿 正在讲话的时候 奶奶进来了 然后奶奶进来了 啊 还没睡啊 她可能就可能请一个旁边的女性配音员 用我的说话方式 用那个角色的说话方式 帮我cover去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因为现在电脑比较发达 所以 这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嗯 好 啊我一直在闲聊 好我今天 要讲的东西 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 进入正题 我不相信 我今天可以听你听了 好啦 你今天要讲什么正题 哈哈哈哈 虽然你是投射者 我是不是应该来当主持人 可是我帮忙问问问题 哈哈哈哈 没有 投射者其实是 投射者其实是帮忙问问题的人 哦 好啦 对 对 那就是这样问问自答吧 哈哈哈哈 不是 就比如说你当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犹豫不解的时候 你可以找一个你很信任的朋友 是投射者 然后用他了解你的情况之后 让他来一提一提问你的问题 等于可以帮助你可以分析整理你自己的思绪 嗯 对 这是投射者的正确使用方式 好 那这题外话 那我今天啊 在我的那个 呃 节目大纲里面 我说 你想成为配音员吗 请你好好说话 好好做人 好好面对自己的人生 这句话某一看 似乎是 有一点像 呃 教训人 但 真的是 好 所谓的好好说话呢 就是 嗯 除了每一个字讲话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 嘴心放大 讲清楚 口齿清楚 然后让对方 呃 可以很清楚的接收到你的讯息之外 还有就是 嗯 尽可能的在讲话的时候 看着对方的眼睛 好好地跟人家沟通 呃 这一点我想 呃 昨天 耀阳老师也有提到过 我今天 呃 做这个讲座 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 在线上的讲座 我没有办法看到我受众的眼睛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 好大的挑战 因为我觉得 看着人讲话的时候 你看着他的眼睛 你才有办法 知道这个人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可以跟他 好好的沟通 那 呃 人跟人讲话 最主要就是为了沟通 就是为了交换资讯 就是为了 呃 得到共识 或是传递讯息 当你 讲话的时候 看着 你的对象的眼睛 看着他们的表情 你才知道 他有没有真的 把你的话听进去了 或者是 对你的话 是有误解的 有疑惑的 嗯 而且 呃 最好不要 一个人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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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你一直是 一个输出的时候 输出的状态的时候 你没有留回应空间 那你就 就不确定在这么长的输出当中 呃 对方是不是完全接受到了你的信息 还是说 他其实也需要思考的空间 然后 呃 还有就是 嗯 最近我们很流行一个 名词叫脑内小剧场 这个东西其实在配音里面 是非常需要的 表演里面也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有时候 你可能看到 只有一句台词 但是你需要把所有的空白补 比如说 一个人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他在什么样的情境下 讲这句话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可能遇过了什么事情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 脑内小剧场的范围 那 换在跟人讲话沟通的时候 你就要想 嗯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对方对这句话 可能会有什么反应 今天如果我是 你讲话的对象的话 我现在的表达方式 是他会接受的吗 是他 可以理解的吗 然后 还有就是 嗯 嗯 嗯 所谓的脑内小剧场 你所有你想象出来的一切 你可能还是需要 讲得更白话一点 跟对方 再三的确定说 OK 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讲的是这样 一二三 你讲 是不是 很 确实的 接收到了 同样的讯息 嗯 然后 嗯 还有就是 前面 一开始提到说 你要把话讲清楚 把他嘴心放大 因为 在我上了 好几期的配音班来讲 第一天 其实我会请同学 做的第一个练习 就是讲我们 最常请 学生 大家路人 夹杂音 或者 哦 是一段 电话语音 就是 每个人都很熟悉的 您拨的电话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这句话 在每一个人讲的时候 会有 各种不同的样子 那个各种不同的样子 就可以显示出 这个人的个性 大概是 什么样 他是一个外向的 内向的 还是说 他的工作是比较习惯讲话 还是说 呃 他是比较 没有自信的 很多时候 我会请 学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 有一定的几率 会碰到 他讲话的时候 我不夸张 他的声音 就只有这样 因为 这样的人 可能从小觉得 我的声音 别人 不想听 别人不想知道 我讲什么 但 呃 老师我有问题 是 那 呃 线上其实 有不少老师 我们都遇到这样的 现在这一代都这样 怎么办 因为 再加上 我在学校教的是 表演课 演员都这样 我怎么办 然后再加上 我们那群 又是电影表演的演员 所以他们更 他们好 有些人会觉得 不需要讲清楚 但是我后来发现 真的讲不清楚 很难 嗯 怎么办 你们都怎么 怎么学 嗯 可以分享 关于讲清楚这件事情 其实最简单就是 古早时代流行下来的方法 就是念报纸 嗯 那以现在的话 我可能会请他 嗯 找他喜欢的歌词 喜欢的文章 喜欢的小说 然后请他自己录出来 是 可是他们还是有可能 念报纸就这样念了 我就是这样讲话 我就是这样讲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必须温柔而坚定的 一直要求他 哈哈哈哈 老师 你哪里在开课 你赶快 我们要怎么跟你联络 哈哈 跟我们直接把 直接把学生送给你 哈哈哈 我目前 这里有人问 啊你说 sorry 有吗 OK 好 那呃 我目前大概是 跟角川深游学校配合 然后还有跟 呃 华氏训练班的 呃 儿童班 魔力小学生的 寒暑假夏令营配合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接 呃 帮助演员讲台词的case 就是在 演员已经拿到剧本 然后导演希望他 讲话更清楚一点的时候 因为当你已经有剧本了 我们就有练习材料 我们每一次开班的时候 最麻烦的就是 我要去哪里找教材 但如果你已经有剧本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从你的剧本开始工作 那 一样我们会找出你的角色动机 你讲话的 每一句的为什么 然后 再 呃 针对你的剧本上面去 可能调整你的发音 反复的练习 因为 反复练习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 也会常常碰到 因为 呃 在台词上面 我们常常会遇到 一连串会让嘴巴黏起来的话 比如说 我是崔真元座舱长 崔真元座舱长 这几句话黏在一起 是一个多么 很难让那个嘴巴跟舌头 好好一直的开合开合的 这个词 那在这个时候我就会 呃 很快的把我讲不过去的话 多念几遍 先可能用正常的速度 然后慢慢的加快 加快让我自己的嘴巴的肌肉 去习惯之后 然后再来一个正式的 可以把我的情绪 把我的声音表情 炸进去 然后通常这样子就可以过了 好 好 有人问到 呃 关于配音录 还有什么管道跟方式 嗯 基本上你现在去 网路 你只要搜寻配音班 你应该大意就可以知道 近期有哪些课程 然后因为因因疫情的关系 我们最近 呃 呃 有很多同事都推出了线上课程 那这些东西你可以去 可以从这边方 呃这些方面开始着手 因为通常信上课它是既定的 所以它的单价也不高 你可以从 可以挑一个老师的课程 开始入门 然后先从这边开始试试看 自己有没有 呃这样的机会 那一般的实体配音班呢 呃 除了教你配音之外 我们其实最常是为了老师的人脉 跟你日后的工作 呃 有没有出路 因为每一个老师都会有自己习惯 合作的听 合作的录音室 那当你选了你的老师 差不多选择 因为你选择你的阵营这样 呃 呃 哦 好的 好的 宝可梦的小只 哈哈哈哈 哈 小米亚老师在吗 哎呦好害羞哦 真是 哈哈 好 哦刚刚讲 我刚刚其实才把那个 好好讲话讲完 好好讲话之外呢 呃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好好做人 好好做人就是 请你好好的照顾你自己 还有照顾你身边的人 一样就是 你讲的每一句话 都要想一想 你讲 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当你讲这句话的态度是什么 当 站在你对面的人 听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我们讲每一句话的时候 都要想想 呃 你的受众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 我觉得 大家的沟通 就会比较温和一点 然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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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 争吵 这么多的所谓的笔战 这么多所谓的 键盘侠的 各种杀伐气息 嗯 嗯 那 嗯 好好照顾自己就是 你不要委屈自己 呃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 然后 嗯 做对自己好的事情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这是最基本的 嗯 好 然后呢 好好面对你的人生是 嗯 嗯 我虽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宗教观 可是我相信每个人 来这辈子 来到市场都是为了学习 都是为了所谓的 修行 那 你既然来了 你就要跟人发生关系 你就要去体验你的人生 所以我常常在我的课堂上说 去谈恋爱 你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要说出来 就算会被拒绝 你也要练习被拒绝的勇气 或是被拒绝的感受 然后 嗯 告白了之后 你不要期待马上会得到 立即的回应 因为你必须让子弹飞一会儿 也许被你告白的人被吓到了 然后他可能 在你告白之前 没有思考过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但是 你不开口的话 你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 嗯 我刚忘了讲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对人很有兴趣 你如果说每天只是自己待在家里 跟 网路上看不见的人用笔谈 用做笔战 而不是面对面的沟通的话 嗯 我觉得对你的人生经验值的帮助 就不是那么的大 我非常的 嗯 鼓励任何人去接触人群 你看我们从 我们的人类的社交活动 你从比较上一辈的打麻将 然后到可能 呃 我们这一辈的 我们发展出各种桌游 所有的游戏 所有的都是在 跟人一起进行的 在进行的当中 你会有各种的交谈 你会有各种的 呃 小心机的来回 然后 呃 逼着自己去跟人沟通 那就是在沟通的 一再的状态 可能一再的尴尬 一再的不适应 这种 让自己去 很 呃 对于沟通这件事情 不那么害怕 然后可能找出自己的 一套方法 然后还有就是 我非常的鼓励大家去 学习跳舞 尤其是各种的 social dance 因为 呃 我自己碰到的舞蹈老师 他说 他觉得 跳舞就是人生 因为 在social dance当中 你必须跟你的舞伴 要随时的 保持一个 良好的距离 你要怎么样去照顾 你的舞伴 要怎么样去 呃 看你的舞伴 有什么样的反应 所谓的leader跟follower 呃 leader要怎么样照顾你的follower 然后follower 要看你的leader 让你去哪里 当两个人配合得很好的时候 跳舞才会很美 那 呃 我觉得这个对于尤其是不太 不太容易交朋友的一些族群 对我来讲 去学习跳舞这件事情 应该 不只是可以让你的身体可以动一动 训练你的肢体能力 然后也可以让你 呃 习惯跟人相处 习惯跟人接触 嗯 这个是 呃 我的一些小小见解 好 但是呢 呃 呃 所有的这一些 我在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 讲到了一个概念 然后我发现 这个东西是所有沟通的根本 就是所谓的表达意识 表达意识是什么呢 就是 当你拿掉了语言 拿掉了文字 你想要跟这个人沟通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沟通 当你面对面的时候 你可能会用眼神 用你的表情 然后 呃 呃 假设是外国人的话 你可能会从他的身调当中 去 得到的任何的 clue 去想 哦 这个人要跟我讲的是什么 那 呃 对我来讲 就像我们学表演一样 我们永远在去想 呃 五个W 一个H Who What Why When Where How 每一句话 呃 我是谁 我跟什么人说 我在哪里说 我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 我想要造成什么样的效果 我要怎么样说这句话 才可以达到我的效果 听起来很累 可是 人生在世本来就是来学习 就是修行的嘛 脑子不用会生锈的 所以 呃 呃 我觉得 不管 你要不要配音 但是你身而为人 就必须 好好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好好把你的意思表达清楚 那 从这件事情就开始 就从训练你自己的 觉察你的表达意识开始 就 当我们做 当我们说每一句话的时候 你去想想 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你要跟谁说 我希望这句话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这句话怎么说会比较好 这些所有的所有 称之为表达意识 嗯 好 哈 现在时间不多了 呃 但是如果有人想要问问题的话 我可以来看一下 哦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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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人提到冯老师的线上课程 呃 我刚刚说的 呃 第一代的蜡笔小星 跟櫻桃小丸子的冯有威老师 他最近就有在推一系列的线上课程 那那个冯有威老师也是我的 其中一个配音老师 所以 嗯 他现场课程很值得参考 然后 呃 有时候去 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再回来等机会提升 嗯 没错 因为当你一直在同样的舒适圈里面 你的人生都没有得到新的 刺激 没有新的刺激 没有新的刺激 那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所以 不知试着先跨出去 跨出去一步 然后看看外面世界讲什么样子 然后 也许有不同的看法 那 呃 得到了新的刺激 我觉得一滩死水才有可能 变得不一样嘛 嗯 当遇到说话很冲很凶猛的人 觉得很受伤要怎么应对 哦 好 啊 这个是我的人生课题 因为 呃 我自己家里从小的 我的家长 他从小就是一个 脾气很大的人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 呃 他可能动不动就要 拍桌子 掀桌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 我跟家人的沟通 一直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呃 在 过了这么这么久之后 我终于可以 很坚定的 告诉他我不想要承受这样的情绪 当他 说话很冲很凶猛的时候 嗯 当下我还是会害怕 但是现在的我可以理解 他会有这样的反应 可能是 他的人生也碰到了很多的伤害 那 当你心有余力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 你的爱 你的温暖 去感化他 去包容他 但是如果不行的时候 嗯 你至少想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样的 他可能经历了很不好的一段人生 所以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那个是他的故事 你把他的人生 他的问题 跟你自己切割 他的这个凶猛 嗯 看似来是针对你 但其实不是的 是因为他一直以来 他可能也受到很不好的对待 所以把他变成了一个 他觉得 呃很重很凶猛 才可以是一个 保护自己武装自己的方式 但当你已经看通了这一点的话 你不需要随他这样起舞 那这样的人 很凶的人的时候 碰到很凶的人 我通常就是 我会把我的声音放慢 然后每一个字讲清楚 因为当他在很夸张 的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必须改变这个磁场 我不能承接他这个 很疯狂的情绪 如果我要让这个能量 一直下去 我们就一直吵起来了 然后你的脑袋 一直处在很热 无法思考的状态 我觉得人要 在一个冷静的状态下 才可以好好的沟通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 我会尽量的把 呃 我的声音表情放慢 把我的能量稳定下来 把我自己稳住了 我希望可以感染他 那如果说 当下没有办法 那就是他的那个能量 就是在那边 一下子散不掉 那这时候 我可能 会先离开 嗯 因为 呃 像我刚才说的 他的人生肯定是他的部分 我不需要被这样的能量感染 那在这样的时候 我可能会先保护好我自己 我把线滑出来 呃 等到他是处在一个 比较能沟通 比较冷静的状态 我们也许再继续对话 配音角色是因演员的 声音特质去选择吗 呃 通常 我们的声音领班 会依照演员的声音表情 跟他的特质 去选择适合的配音员 然后 呃 那 以戏剧配音来讲 我们会尽量走 呃 跟原因相似的表演路线 所以是 配音角色是因为 呃 演员的声音特质去选择的 嗯 好的 啊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 然后子松老师已经在线上了 所以 呃 我要怎么样把 我的 主持 交出去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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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